所以刚刚这个例句当中的because of 各位帮我把because of 画起来 because of 翻译成由于因为 它是很重要的句型 它是个介细词片语 由于或翻译成因为 那因为它是介细词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个of 做结尾的 所以它是介细词片语 它后面只会加名词或者是ing 现在你看到的它后面就是加一个名词片语 叫hurricane hurricane叫做飓风 台风的意思 它说because of the hurricane 因为这样的飓风现象 所以所有的all port 什么叫port 港口 所有的国家的周边的港口 都被be closed 都已经被关闭了 为什么 因为to 针对这一次的shipping to 这个to是介细词 针对shipping这件事情 针对运输海运这件事情来说 所有的东西都被closed 都完全停止 好那shipping这个字 海运或者是运输 它搭配company就可以叫做shipping company shipping company叫做海运公司 如果我们把shipping这个字再搭配route 就是海运的路线 root当作路线来翻 如果把shipping搭配industry shipping industry shipping industry 我们就会翻译成运输业 因为industry这个字 industry这个字有工业的意思 industry这个字有工业的意思 所以它是运输行业 好再来我们往下看 第23个字 23这个字叫subtotal subtotal 什么是subtotal呢 来我们把这个sub画起来 sub这个sub sub这个字啊它有向下的 在下方的 在下方的有under的意思 subsub这个字等于呢 在下方under的意思哦 它的字根 那total呢total就是总数 total这个字当作名词 就是有总和总数的意思 把这个sub跟total合在一起 就是总和的下方 在总和的下方表示是那些小的部分 小小的计算叫做小计 subtotal subtotal就可以当作小计 或者是部分的总和 把部分的总和全部加总在一起 才会是total 好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 secretary forgot to aid the manager's travel expenses to the subtotal 他说我们的秘书 我们这位秘书呢 秘书是主词 secretary 动词呢叫forgot to 秘书忘记去做什么事 忘记to aid 来这个ADDA的叫增加添加 他忘记AIDA的manager's travel expenses 他忘记添加了经理他的旅行的花费 这个travel expenses i travel expenses 叫做旅行的花费 就叫出差费 他忘记AIDA的travel expenses 他忘记增添 增添或添加进去这一趟的旅游费用 到哪里去呢 to the subtotal to the subtotal 忘记添加到这个部分总和 好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A的A to B 画起来添加A to B到B里头去 所以这一个这个旅游的费用 忘记添加到小记当中 忘记要加到这个部分总和里头 这样会漏掉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4叫supply supply supply这个字叫供应供给 它这边当名词使用 也可以当作动词provide 它们两个都是有供应供给的意思 supply supply provide 好那先看到supply它的动词字尾 它的动词三态是去掉Y 把Y去掉加上i-ed加上i-ed加上i-ed 加上i-e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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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y的 好什么是supply呢 supply跟供给在企业当中很常使用 它是供给方跟demand的需求方 因为有这么多人 在一般的老百姓们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 这些人是需求方叫demand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请求需求 所以这些制造业的人就做了supply 提供供应进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supply叫做供给 demand叫做需求 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才会做供应进去 还有what is supply chain 什么叫做supply chain 这个chain c-h-a-i-n 这个chain叫做链子 所以supply chain就是供应链 供应链的management 供应链的管理是怎么去做的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表图 好我们一定是要有customer 对不对我们要有顾客 顾客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要有需求 有需求之后producer叫做生产商 生产的制造商 制造东西出来给这个供应商 供应商去供应 所以他们是这三个三方去做互动